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的轮居 一衣大水 日本的政局到底是怎样看呢? 大家知道 前不久石破茂在自民党中选总裁赢了 当时自民党是理所当然的 日本领导的执政党 他的党首是日本首相 石破茂当然接过岸田辞职后的日本首相 但石破茂有个惊人的举动 他突然宣布提前大选 但大选结果他又输了 原来他们的执政联盟 在国会里取不到半数 拿不到半数 很多人当时说 这次石破茂 走错了一步棋 或者 完全是错估了形势 但现在回看 其实石破茂 并没有错估形势 只不过可能是一个兵行险着 因为实际上 他有一个很清晰的预判 即是说 现在 日本的 在野党 包括 立宪民主党 国民民主党 等等 一大堆民主党 其实这些民主党 原来很多都是自民党 分裂 现在最大的在野党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 原来是社会民主党 他的党首 现在叫做野田佳燕 很多人觉得 自民党 如果石破茂做不到 是不是这个 在野党的野田佳燕 可以当日本的首相呢 中日关系 是不是会好些呢 错 这个判断 是完全错的 我们可以说回一个 事实 就是当年 这个 野田佳燕 执政的时候 是他宣布 钓鱼岛 国有化 从此之后 在那时候 中日关系就急转直下 一直跌到现在 我就觉得现在 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最低点 这个最低点 是不是可以回升呢 那就看 我觉得现在大陆最大的 倍变数 就是 石破茂 是不是 可以 继续 做 这个日本的首相 现在计算的票数呢 因为 这个 本月的 十一号 双十一 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网购 大热的日子 但这一日 日本的首相 投票 现在估计 第一轮 就是 这个石破茂 过不了半数 对方在野那边 野田 更加过不了半数 第二轮 这个 就不是过半数 他就只要是 绝对多数就可以赢 现在我们计算的票数呢 就是 这个石破茂的 自民党 就有 191票 这个执政联盟 公民党 就有 24票 他还有 就是原来在自民党里面有六位 就是因为 击击夸夸的问题 包括丑闻 欠金等等的问题 就离开了自民党 现在这六个 就多数会投回 这个石破茂 即是石破茂加加埋 大概有 221票 一定就是 绝对多数 我们看回这个 这个在野的野田佳 佳燕 实际上 他自己的党 只有140多票 再加上其他人 恐怕 都过不了180票 左右 所以 实际上 很多人判断 石破茂 必然是 低空略国 必然是 继续 连任 日本的首相 石破茂连任日本首相 大家看看 这个 好像有些风浪 但最后 都是给他连任 实际上 我自己觉得 他这个连任 应该来说 他计算了这条数 因为实际上 在野的力量 现在是 很弱 很弱 日本的在野力量 很弱 虽然这一次 野田佳燕 他们 有大幅的 提升 得多了很多票 但实际上 他来完全能够 执政能够压倒自民党 还是很远 因为实际上 这个党 在日本 我问很多日本的朋友 其实都不觉得 他做了什么 又不觉得 他有很清晰的路线 实际上 这些党 在一些重要的政策上 其实分歧 都不大 大家只不过是 权力 之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石破茂 到底 他继续连任之后 最关心什么问题 就是关心 中日关系 是否能够从一个 冰点里面 回升 我原来 就是 有点看走眼 我对石破茂 因为他在这一次 自民党 总裁选举 他撑点 输给高市总苗 实际上 他也是 险胜 因为第一轮 他输了 第二轮他才赢 所以 在石破茂 能够做 这次 一直跌跌撞撞 险性险性 又能够 来到这个位 他在那次选举之前 他带了一个 日本的盐团 去台湾 大家知道 按照 中日的 建交的 声明 联合公务里面 是规定 日本要坚守一个中国政策 对台湾 不发生官方的关系 你 带一个团 去台湾 又帮 赖清德 等等 这些台湾的重要人物 见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 所有人的判断 都认为他是 以台制华 是跟着美国走 做美国的英寸 实际上 是帮美国 行这条 以台制华的路线 所以我当时 是认为 石破茂 如果是做 日本首长 可能对 中日关系 不妙 但是我又看到 他 上来 他连续说了几番话 第一 他说他一定要坚守 一个中国政策 第二 他要寻找 改善 中日关系的 渠道 最近他还说到什么呢 说 已经是 找到这个 方法 找到解决 中日关系问题的 线索 甚至更加 更明确的说 好像 给人的印象 180度转变 我们其实 看一番 历史 看一番 整个 自民党里面的派系 其实看一番 实在上 我们上次都说过 石破茂 是比较 属于亲麻 或者叫做知华 知道中国的派 不是那么反华 另外就是 安倍 安倍 他的先辈 祖辈 按信戒 那些 全部都是 军国主 那条 线 下来的 所以 安倍 一直在 对华 立场上 持有一个 强硬的 态度 大家知道 安倍 说的 如果是 台湾有事 就是 日本有事 台湾有事 两岸 统一 关你日本 什么事 跟日本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 安倍的派系 就认为 台湾 是坚决不能够 丢失 坚决不能够 和大陆统一 为什么呢 因为 第一 是台湾 是 紧守着 日本的 对外经济的 联系的 整个 大动物 实际上 大家知道 台湾海峡一所住 这个日本 很多对外关系 是受到 很大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 日本 他当年 军国主义的 大家看到 他侵华的路线 先拿到台湾 跟着 朝鲜半岛 再拿东三省 他整个路线 他日本 军国主义的 野心 扩张的路线 就是这样 所以 台湾对于 日本的 军国主义 思想体系 是相当 相当重要的 后来我看看 安倍 他下台之后 但是他主动辞职 他下台之后 又被人暗杀了 安田文雄 原来大家都认为 他是比较温和 是比较滋华的 但是实际上 你看看他这几年做的事 但是他认为 在美国对华的 包围圈里面 岸田文雄 是冲得最前的 或者是 站得最高的 那个 因为实际上 他做的事 给 韩国的 给印度的 给澳洲的 给这个 中国周边的 这些国家 全部都是 激进 好多 那说回 他都有 他的 辅冲 我认为是辅冲 因为 岸田文雄 他最重要要做什么事呢 他要做 解决日本的 核污水排放的问题 核污水排放的问题 他一定要 搞定美国 搞定美国支持 但是 污水排放 首先是 流向 美加那边海岸 然后再倒回 来亚洲 所以 如果美国反对 他就坚决放 所以岸田文雄 就为了排 这个核污水 一定就走到美国那边 帮拜登政府 实际上是做 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的 急先锋 他实际上 他做了多少事呢 他搞了 美国、日本、澳洲 印度的 四方回谈 又搞了 美韩、美日 三国联盟 甚至 岸田文雄 对于搞 亚洲版的 北弱 是非常非常之积极的 非常非常积极 反而 这次 石破茂 根本就不提 这件事 大家知道 石破茂 其实 他是做过 两三次 日本的防卫上 对于 日本的 安全 国防方面 他是 非常非常了解 但是 他实际上 他对这个 不表态 最近 还有一个最新的动作 就是 刚刚开完的 中国 和日本 大家知道 实际上 现在还是 石破茂的政府 他日本方面 派来的最高级代表 其实都是受 石破茂的支持 达成了很多很多 很好的协议 我觉得 现在 最重要的一点 石破茂 他帮岸田政府 对华政策 是明显 有一个改变 是不是大的改变呢 我们还要看 但是 很明显 他是觉得 要变 他要变 他实际上要变 他还有 有说到 他还发表了 一番话 对美国 都是不敬的一番话 实际上 他是 我觉得 有些 石破茂 是有些想 脱离一下 美国的影响 重新改善 对华的关系 改善对华的关系 对日本有没有好处呢 当然 有好处 大家知道 现在实际上 日本的经济 是 叫做 失去了30年 自从上世纪 经济下行到以后 现在一直都没有过 我很多日本的朋友说 很多 很多的机构 30年 没有加过人工 虽然日本的物价 不是升得很高 但是你的人工 根本就没有加 所以实际上 生活水平下降 大家知道 我们香港人 经常去日本 旅游 我们知道 日元 贬值到 不算 所以 大家都觉得 去日本 划算 去日本 吃一餐 海鲜饭 1000日 相当于 50港元 划算是划算 所以 很多人去 但我们现在看 我们认真来看 中日 真的有些 基本矛盾 我觉得最主要的 基本矛盾 是 中国的经济 发展了 将日本的 原来的很多市场 迫 或者转 过来 大家知道 原来日本的 这个 雪柜 冷气 电视机 根本是 中国大陆 是撑得很远的 但是 现在 中国在 白色家电 已经超过 现在甚至 在电动车方面 都要抢复日本市场 所以 中日在经济上 是有结构性的矛盾 但是 日本 他都看到 中国始终是一个 十四亿的大市场 如果你食泡 你如果再放弃 中国市场 你日本的经济 更加差 你如果是 继续被美国控制 变成印太战略的急先锋 日本又得到什么好处呢 实际上 这四年 我觉得 岸田文雄 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 可能会得到一个 核污水的排放 在这方面 我觉得 中国方面 都有了很大的调整 实际上 现在中国说 我 只要你日本 让我派人去 监察你 去认认真真真去 去采样调查你 我们可能 对你这个 会有一个 调整的政策 包括对日本的海鲜 可能 中国大陆 都恢复 逐步的恢复 去进口 这个方面 对于日本的经济 又是很大影响的 所以 无论如何 我自己觉得 石破茂 这个 继续执政日本 是没有问题的 石破茂执政 可能 应该来说 比岸田文雄 对华政策 会有调整 会有改善 中日关系 有可能 从一个 冰点 往上提醒 听过 北京很多的朋友说 你对于日本 一个近伦 我们是推它 还是拉它 肯定是 如果中日关系改善 中国对美 你也多一张牌去打 今天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